今天講的是達成成果的關鍵 第一點 用明確列明你要的成果 我2020年8月18日之前會完成MDOT 這個就是我要的成果 第二點清楚說明你的現狀 說回剛才MDOT那樣 交了一張單 我沒有多少詩 現在現狀的分 舉例是五千元詩 第三明確的成果 當你達到成果的時候 你會看到、聽到、感覺到什麼 我達到那個成果的時候 今年8月18日之前就完成MDOT 我會看到很多朋友說起我 看到很多開心的臉 打開App 不用打開銀行臉的 打開銀行的App 就看到錢 聽到很多人的讚美 包括同事、老闆、太太 我感覺到有突破的 有些興奮 現在就達成果的想像下 想像下 你想不想像到一個圖面 想像下 現在你就達成果 然後把圖像畫面變得清楚 在你老學裡面 我想像什麼 想像看 看銀行 看Project 到了 之後 把這個圖像放在未來 放在2020年8月18日 那天 你想像有一個時光線在你前面 你就可以放在那裡 搞定 然後打通了經驗 所以所有資源都有了 第四 明確證據和程序 你怎麼知道你已經達到成果呢 我們最簡單的 我們有一個App 我看Project 就知道了 譬如說健康瘦身 我可以綁一綁一綁就知道了 但聽起來好像很簡單 有人的確是不知道自己怎樣 端古當成為達到的 但這些所有的步驟都很清楚了 第五 你對這個成果是否現行一致 得到成果之後可以 你得不到什麼 你可以做什麼 得到成果之後 有榮譽 有錢 還有可以做什麼 去旅行 去都安心 去到達拜 很開心地去玩 第六 是由自己開始和維持嗎 只是為了自己嗎 這個case可以是 亦都是 告訴同事 以身作質 可以 可以早一點 都說這裡有些同事 更加早一早就完成了 第七 是不是已經有清楚的構思 何時何地 如何和誰怎樣做 都挺清楚的 譬如說一下 我就知道我的客源是怎樣的 我那個看 一月眨晚就過了 準備過年了 二月應該說什麼呢 二月我會叫 我有些夸達 有年期年金的准客戶 新責頭 你沒理由叫別人 跟人說危疾 你沒理由叫別人說危疾 不說危疾 那說什麼 就說年期年金 儲一下錢 所以 有個構思 其中一個就是 二月一個元年 或者跟人在拜年的時候 我都問一下 怎樣存錢 買一味 這些 新責頭你不要說這些 有病 有什麼 中國人少一些 可以說這些 然後搞完二月 一路繼續做 三月又可以談一些危疾的事 還有見面後 見面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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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舉個例子 剛才我現在有什麼資源 我講那麼多 我不是有舊的客戶 有幾多個 舊的客戶 即他不是我的客戶 但我有個名單 可以叫他 這些是我的 現在有的資源 有人有的資源 我搞過退休策劃的 seminar 我大概知道怎樣 怎樣的情況 他再問 有沒有曾經擁有 或是做過的 我做過 做過十幾次 做過十幾次 你吃飯吃過十幾次 你都不會再擔心 重覆而已 最擔心的是頭幾年 為甚麼呢 第一次就 忠實不相信 我相信 第二次就說 我第一年都用完 我的資源 我為甚麼可以擔心 為甚麼我們這些學友說 第一次是好運 第二次是意外 第三次是實力 實力的意思是 你建立了一個系統 當你有一個系統 你知道這些東西來 就不是在祈禱的問題 你知道 你自己有曾經做過 你可能是未做過 未做過 第二句是 你知不知道誰做過 有時甚麼都自己做過 我媽媽都要做第一次 有些譬如未做過 你就去想想 誰做過的 可不可以複製他 去抄他正在做的事 或是抄他一部份的事 令你有信心 令你有能量去做那件事 你可以想像這一刻 當下這一刻 當下你可以達成那一刻 你自己問自己 我想頭九話 這樣… 就做到了 9 整體而言 是否對你有益 你達成的意圖是甚麼 就想早一點 老實說 連年都是去到Q4才做到的 今年難得 有MDRT Global Conference 在杜白 現在改了時間 在9月 我拜訓叫他玩 那天排了行程 就早一點完成 有好Q4才完成 給自己一些特殼 你問意圖是甚麼 特殼 好像有益一點 對自己來說 對其他人沒事 因為大家知道 現在很多MDRT 第一個月就完成 Q1就完成 有甚麼稀奇事 但對自己 所以每一下都跟別人比 最重要是跟你自己比 你比你做T 上一年都厲害 小事就行了 達到成果之後 你要得到失去成果 下面那四句 都可以一次過說 好像很複雜 聽上去就很簡單 第一個 就是前面那句 達成這個成果 這個成果 剛才我做的例子 就是2020年 8月18日 或者之前 就完成了MDRT 就是這個成果 自己記得很清楚 達成成果之後 會發生甚麼事 會發生剛才說的 Yeah 個環塘戶口 出旅遊 正 按機看到 我很開心就去旅行 達成成果之後 不會發生甚麼事 特別不會發生 或者有一個代價 就是可能會比較 上半年比較煩惱一些 劃得更加慢一些 我們要善用我自己的時間 下面那兩句 不能夠達成果之後 有些案子很嚴重 做不到 趕出房 拖出去 有的 有些人因為是這樣去做的 有些人去occupine住房 去坐住房 去做不到 老闆說 今晚就再計算 拖出去 有些真的會有一些 幾大的改變 第四個 這個不需要想的 如果你彈不到成果 有甚麼事 不會發生 你聽到 跟著腦海彈甚麼出來 就出來 這四個 加起來就比較 廉靜一些 你知道會發生甚麼事